现在是2021年2月中旬 根据统计数字 全世界包含各种各样的疫苗 应该已经打了超过一亿剂 科学家也整理出一些数据 知道最常打的疫苗有什么副作用 如果你还在犹豫打不打疫苗 记住看完这条片 看一看有什么副作用再决定都可以 首先谈谈MRNA疫苗 包括Vizor BioNTech的疫苗和Moderna的疫苗 两种疫苗各方面都是差不多的 一般来说你可以当它是同一种疫苗 无需选择哪种 Vizor是比Moderna比较先一些得到核准 所以Vizor BioNTech的资料是比较多 美国疾控中心CDC整理了100万个 打了这些MRNA疫苗的美国人 他们所经验的副作用 整理出一个图表 大家可以一起看一看 在这个表里面 蓝色那条代表第一剂的副作用的比率 橙红色那条代表第二剂的副作用 大家都可以看到一般来说 打第一针的副作用 比起第二针的副作用 就少一些 通常打第二针的反应会大一些 最常见的是什么呢 最常见的副作用 包括打针的地方会痛 疲倦 最常见的是头痛 肌肉痛 发烧 再之后少一点的就是关节痛 发冷 小部分就有作呕 或者打的位置是肿 通常第二针反应大一点的原理就是 我们的免疫系统第一次打针的时候 第一次遇到新冠状病毒的S蛋白 免疫系统有点猶疑 这个是否真的敌人 那我们不如做一个反应对付它 那这个反应就会走出来 但是呢 就未必说很大 但是呢 就有了这个第一次的遭遇之后呢 当打第二针加強劑的时候呢 那个免疫系统呢 就很肯定认得 这种S蛋白就是敌人 所以呢 就会关了马 就引起了一个很大的免疫反应 令到抗体升高很多 那么副产品呢 就是会有些明显一些的副作用 那通常呢 过了一阵就会消失 接着呢 那个免疫系统呢 就已经是预备好了 可以呢 保护你免受新冠状病毒感染 那一般来说 新冠疫苗引起的这些轻微副作用呢 那就会比流感针呢 就多一些的 而至于呢 大家都经常会关心就是 引起那些严重过敏反应的机会率呢 最新的数字呢 就是Visor疫苗 就是Visor BioNTech这个疫苗呢 引起严重过敏反应的机会率 打了每100万针呢 就有5次机会有 那而Moderna来说呢 就大概100万剂里面呢 就会有3次呢 这些严重的过敏反应 那这个机会率呢 都是比一般的流感针高 那但是呢 通常这些人呢 都是以前曾经有过 对其他物质有严重过敏反应的了 那这个原理呢 都可能是同样的疫苗里面 两种疫苗都有的了 有这些叫脂质纳米粒 里面呢 有一种叫PEG的成份呢 可能是这种物质引起 好那说完MRNA疫苗呢 就说一下 因为大家可能都很大机会会打的 就是牛津疫苗 就是Astra Senegal的疫苗 那Astra Senegal呢 就在英国呢 应该都打了几百万剂的了 那多数都是第一针 因为他们的政策呢 就先打了第一针 那第二针呢 会隔得久一点 那所以呢 比较少人打了第二针 欧洲的药物管理机构 EMA呢 就整理了它常见的副作用 那主要呢 都是三大种 那第一呢 就是打针的位置痛 第二呢 就是头痛 第三呢 就是疲倦 那虽然呢 就不是说很多人打了第二针 但是根据他们的数据呢 就是打了第二针的人呢 副作用呢 第二针呢 应该比第一针呢 就轻微一点 那这个呢 就跟这个MRNA疫苗呢 就有少少不同了 那而这个牛津疫苗呢 也都是有机会引起 嚴重过敏反应 那现在最新的数字呢 就显示就是 每一百万剂打了之后呢 就有十单呢 一些嚴重的过敏反应 那没有人死的 那因为这些就是敏感反应 如果发觉得早呢 就完全可以用药物控制 没有问题的 那另外一个 大家会经常关心的呢 就是说 早前呢 大家都很留意一下 会不会这些疫苗呢 就引起多了一些人呢 有个面痰 就是那个Bell Posse 就是说 那面一边的肉不动 那些问题呢 那经过呢 就专家跟进呢 就研究之后呢 就发觉呢 打了疫苗之后呢 就并没有呢 就增加了这些棉弹的机会率的 那所以这方面呢 大家就不需要太担心了 那好 今天呢 就总结了一些 最常见的 打了新冠疫苗的副作用 那大家呢 就可以清楚了之后呢 再决定了 那整体来说呢 这些副作用呢 都是相当之轻微的 那就相对呢 感染新冠肺炎之后呢 那风险呢 就大得多 那所以呢 就一般来说呢 打疫苗的好处呢 都是多过坏处的 我也知道呢 就不少身处外地的网友呢 已经打了这个新冠肺炎的疫苗 有些已经打了两针 那如果你可以的话呢 那都欢迎你呢 就将你的经验呢 就拍了影片 那或者拍了照啊 就介绍一下你自己 说一说你打针的经验 那我就会是 就是选择其中一部分呢 可以放在我的影片里面呢 就跟大家分享 那等多些人知道呢 打了疫苗之后 有什么感觉啊 那请大家呢 就踊跃投稿了 那好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了 那请你留言 点赞订阅 记住点钟仔 下次再见 拜拜